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尽管英国的脱欧公投已经落幕 但它产生的冲击波还将持续 已有超过60万人签署请愿书 要求重塞英国脱欧公投结果 英国有可能举行二次公投吗 一旦真的出现这种情况 事态将会如何发展 时事评论员红林为您全面解析 昨天涉嫌电信诈骗的25名台湾人 被从柬埔寨遣返大陆 针对台湾方面陆委会称 已向大陆方面表达了抗议 国台办发言人安风山 今天应询表示 520后因台湾方面 未能确认九二共识 这一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 共同政治基础 两岸联系沟通机制已经停摆 这个结果是谁造成的 沟通机制停摆是打谁的脸 台湾时事评论员张亚中 纽泽勋有独家观察 台湾华航空服员罢工事件昨晚落幕 事前国民党及民贷要求台行政机构负责人林权到现场沟通表达立场 林权回应 什么都自己亲自去沟通是不可能的事情 林权为什么坚持不去 他是在怕什么吗 网友批评林权好大的官微 又该怎么理解 台湾时事评论员张亚中 纽泽勋为您深入解读 海峡新干线两岸开世界 这里是由盼盼食品独家居民播出的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今天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来访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 两国元首一致同意坚持战略协作精神和世代友好理念 加大相互支持增进政治和战略互信 坚定不移致力于深化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习近平指出 近年来中俄高层保持密切沟通 发挥顶层设计和重要引领作用 推动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 也为国际和地区形势健康发展注入了正能量 今年是中俄牧林友好合作条约签署15周年 和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20周年 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确立了中俄关系的战略性质 条约确立了两国世代友好的理念 双方做出的这两个重大战略决策 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符合时代发展潮流 习近平强调 中俄要加大相互政治支持 双方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 不断巩固和深化政治和战略互信 中俄都是世界主要经济体和新兴市场国家 双方要通过深化务实合作和利益交融 特别是推进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和一带一路建设 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 推进更广泛的区域经济合作 共同应对世界经济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和挑战 保持我们两国经济持续良好发展势头 近年来中俄两国人文合作蓬勃开展 国家年 语言年 旅游年 青年友好交流年 媒体交流年等国家级主题年活动的成功举办 促进了两国广大民众相互了解和传统友谊 习近平指出 中俄要维护共同周边安全 加强在重大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上的协调和配合 中俄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和维护地区及世界安全稳定的建设性力量 要坚定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 坚定维护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坚定维护全球战略平衡和稳定 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坚持通过友好协商和和平谈判 政治解决国家间分歧和地区热点问题 继续致力于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 维护好世界和平发展 普京表示俄中两国元首保持经常接触 有利于推进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当前俄中全方位关系发展迅速 两国政府间交流合作机制工作高效成果丰硕 对推动双方广泛领域互利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作为战略协作伙伴 俄方愿同中方在各自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 相互理解和支持 俄方赞同加强双方在贸易能源高技术安全人文等领域合作 支持欧亚经济联盟同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对接合作 俄中两国在处理国际事务中立场相近 双方保持密切沟通协调十分必要 双方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 两国元首共同听取了双方有关合作委员会工作汇报 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中方主席 能源合作委员会中方主席 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 中俄人文合作委员会中方主席 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 中俄总理定期会务委员会中方主席 中国东北和俄罗斯远东合作理事会中方主席 国务院副总理汪洋 外交部长王毅 以及有关委员会俄方主席 俄第一副总理舒瓦洛夫 副总理戈洛杰茨 罗戈金 特鲁特涅夫 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等 分别汇报了两国各领域合作取得的积极进展和有关工作规划 会谈后 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联合声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和俄罗斯联邦总统 关于加强全球战略稳定的联合声明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和俄罗斯联邦总统 关于协作推进信息网络空间发展的联合声明 并见证了经贸 外交 基础设施 技术创新 农业 金融 能源 媒体 网络 体育等领域 三十多项合作文件的签署 相关话题我们来连线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红林 中文领导人23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 刚刚进行了双边会谈 那今天普京总统就来华进行了旋风式的访问 对此有什么样的观察呢 应该说呢 近些年来 那么中国和俄罗斯两国领导人的这种定期会晤的机制 那么已经非常的成熟 可以说每年不管是双边的互访 还是各种国际会议的场合 像定期的上和组织领导人的会议等等 那么双方会谈的这种时间那个频次都非常的多 而这也和中俄之间现在友好的这种关系 那么非常的相衬 因为目前呢 中俄两国那么已经建立了这种 全方位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那么可以说在各个领域各个层级 中俄双方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合作 像这一次呢 中俄两国领导人刚刚那么参加了上和组织领导人的这种会议 那么马上普京总统就会就对中国那么进行了一个访问 那么这也表明就是中俄之间那么可谈的那种话题 或者说双方所进行的合作 应该说越来越密切 那么普京总统对中国这次旋风式的访问 那么并不是说只是一个形式 那么事实上来讲 那么它也是凸显着中俄两国之间这种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那么不断的在提高 而且是越来越密切渗透到各个领域 每当中俄领导人会晤呢 西方特别是日本总是会出现不少畅衰中俄合作的声音 那你认为他们发出这种声音的目的何在呢 我们又应该要怎么对待这些声音 应该说呢在西方国家的眼里 那么他们不管是看待中国还是看待俄罗斯 那么多多少少都是戴着一些有色眼镜在看这两个国家 因此当这两个国家这种关系发展的越来越密切 包括人道人之间这种会晤越来越频繁的时候 那么西方总是会发出一些异样的声音 而事实上我们知道 那么由于克里米亚的问题 那么俄罗斯是受到西方国家的这种制裁 那么西方是认为 那么在自己的这种制裁的重压之下 那么俄罗斯除了那么服软 似乎没有别的选择 但是我们看到俄罗斯事实上 它的一种外交 那么还是有很大的这种活跃的空间 包括普京总统提出的向东看那种策略 这种向东看的策略 不仅仅在加强和中国的关系 事实上也是和亚太的 许多国家在密切关系 因此对于日本来讲 似乎它没有必要 那么对于中国和俄罗斯发展的关系 那么品头论足 因为可以说中俄之间关系有友好程度 那么它是日本 那么作为一个可以说这种度量 并不是特别大的国家 或者说很多看法 很狭隘的一个国家 它没有办法从一个大的格局观上 能来评价中俄之间的关系 那么往往是从一些 就是比如说自己利益的角度去判断 那么似乎中俄之间的走进 总是对自己是一种威胁 或者说针对日本 那么事实上这种看法 那么太小瞧了中俄两国领导人 这样的一个大的格局观 那么事实上呢 中俄之间关系这种发展 那么也是体现了当今 国际社会关系发展的一个主流 比如说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的发展 现在已经成了大国新型关系的这样的一个典范 那么这种示范的作用 会在多个国家关系发展的过程中 会体现出来 好的谢谢红林 我们稍后继续联系 尽管英国的脱欧公投已经落幕了 但是产生的冲击波还将持续 在英国已经有超过60万人签署了请愿书 要求重审英国脱欧公投结果 还有不满脱欧的伦敦选民发起了伦敦独立的联署案 据报道 根据选举委员会的统计 此次公投中只有40.1%的伦敦选民投票支持脱欧 59.9%的人则力挺留欧 因不满脱欧的结果 由民众发动伦敦独立联署案 力速伦敦宣布独立并加入欧盟 目前已有7万多人参与联署 并且人数还在持续增加 发动伦敦独立联署案的奥马利 在联署案中呼吁伦敦市长萨迪克汉宣布独立 申请加入欧盟 同时加入申根协议 萨迪克汉也表示 英国未来在与欧盟进行脱离欧盟的谈判时 伦敦的声音必须被听到 这十分重要 我们将继续与全世界交往做贸易 包括欧盟在内 而目前已有超过100万人签署请愿书 要求重审英国脱欧公投结果 这一数字已经达到议会考虑讨论的所需人数 请愿书发布在英国议会网站上 民众在请愿书中称 我们呼吁政府采用这样的规则 在投票率不足75%的情况下 如果支持或反对脱欧人数少于60% 那么应该再举行一次公投 据英国全民公投结果显示 全国有51.9%的人支持脱离欧盟 有三个地区是刘欧派多于脱欧派的 其中苏格兰有62%的选民支持刘欧 其次是伦敦和北爱尔兰 24号 苏格兰和北爱尔兰均出现要求独立的声音 公投后 数百名刘欧支持者 在位于伦敦市中心的地标性建筑碎片大厦门前 举行集会 表达对公投结果的不满 英国苏格兰政府首席大臣 苏格兰民族党领袖尼古拉斯特金 24号表示 苏格兰政府将开始准备立法 以发动第二次独立公投 据环球时报报道 英国脱欧增加宪法危机的风险 苏格兰民族党很有可能寻求 在英国政府下一任期内再次进行独立公投 英国解体的代理增加 谷歌趋势的推特官方账户指出 在谷歌上搜索获得爱尔兰护照的人数 出现了大幅度增长 很多英国人还对移民法国 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 作为这次脱欧公投的始作俑者卡梅伦政府 也遭到欧洲舆论的一片推评 分析人士称 这次公投是有史以来 英国政府最不负责任的行为 卡梅伦辞职后 保守党将举行党代会 选举产生新的党会 每日电讯报称 伦敦市前市长 鲍里斯约翰逊的命运 因公投而发生转变 他被视为最有可能继任卡梅伦的人选 在脱欧公投造势运动中 约翰逊成为举起脱欧阵营大旗的 保守党高层 我们来继续请教红林 英国脱欧公投的结果就像是一颗突然爆炸的原子弹冲击波迅速传遍了全世界 那在震惊之后呢 大家就不禁要问了 这个结果到底是怎么出来的 那我们知道在选前共有创纪录的4649万人登记参加公投 票开出来之后呢 其中支持脱欧的票数是1700多万 支持留欧的票数是1600多万 两者合计只有3300多万票 那还有1300多万票去哪了呢 真的是被选前一夜的暴风雨留在家里了吗 应该说的这次公投的一个投票结果对于留欧派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打击 因为在这之前呢 更多的舆论都认为就是说留欧获胜的可能性会更大一点 或者说到最后一刻很多选民的意见会发生些许的变化 但是我们看到了在投票这个问题上 事实上对于脱欧和留欧两派来讲 脱欧一派投票的决心确实更大一些 在投票的这一天 英国的很多地区确实出现了这种大下雨的这种天气 因此很多支持留欧的人似乎有点偷懒 那么也导致了最终投票的这个比例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高 这也反映出就是在这个问题上 就是脱欧还是留欧的问题上 那么双方所投入的这种力量 说实话是不平衡的 因为我们看到的脱欧的一派应该说是开赌了马力 但是留欧的一派感觉在最终的这个辩论的过程中 那么还是没有使出权力 或者说有一点点掉以轻心 那么这一点上从之前卡梅伦首相 就是提前一年举行这样的一个全民公投 包括之前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就是在各方面评论辩论表态的过程中 其实很多人心里是很着急的 担心出现这样的一个局面 但是又不敢或者说不变 那么多加评论 因此也是很大程度上 那么影响了选情的这种走势 因此现在看脱欧这样的一个选举结果 确实有点出乎人的这种意外 但是也和英国国内政坛 那么各派所投入的力量 基本上还是反映出来了 也就是说在英国国内 脱欧本身已经是有相当大的一个民意支持 现在有一种声音说 虽然投票结果确定脱欧了 但是这个结果其实是并不具有法律效益的 相反它只是起到了咨询的作用 理论上来说 英国政府完全可以忽略它 目前已经有很多人在英国下议院的网站上 呼吁要求重新投票了 那么这次的公投结果 到底有多大的法律意义呢 英国有可能举行二次公投吗 我个人觉得这次公投的这个结果 推翻的可能说实话不大 因为毕竟呢 它是在一个完全合法合规的情况下 出来的一个公投结果 也就是说从程序上 它没有任何的问题 因此这个时候在举行第二次的公投 有可能会陷入到无穷无尽的公投之中 如果说第二次 那么脱欧一派继续获胜了 那么留欧派你还会提出再举行一次公投吗 因此在这个过程中 恐怕对于英国政坛的这种当权的人物 包括英南英国的这个议会来讲的话 很难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 只不过呢 我们必须看到 就是脱欧的这个公投结果 虽然是出来了 但是这个程序启动以后 恐怕会面临着一个复杂 或者说漫长的一个过程 这个过程 现在看呢 乐观的预计也会有两年的时间 因此这两年的时间 可能就是给各方一个适应的过程 但是想把这一次的公投结果 完全去推翻 我个人觉得可能性并不大 因为这需要 就是英国政坛那种政治人物 可能会做出非常大的一个争议性的决定 而现在看呢 在脱欧的这个结果出来之后不久 那么首相卡贝伦就已经宣布辞职 按照计划呢 将会在10月份 那么把首相那种权力交出来 那么至少从卡贝伦首相的角度来讲 他并没有希望在这样的一个结果之上 那么进行进一步的抗争 而是认可了这样的一个事实 而这苏格兰方面呢 对投票结果就是极度不满了 苏格兰民族党领袖尼古拉斯特金 24号就表示说 苏格兰政府将开始准备立法 以发动第二次独立公投 那这个想法您觉得实现的可能性有多大呢 一旦真的出现了这种情况 事态会如何发展 我觉得苏格兰这样的一个想法 实现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 就是举行第二次公投的可能性 的确很大 因为毕竟呢 这一次英国作为一个整体 就是联合王国 那么选择了脱欧 而在苏格兰境内 多数的选民又是支持留欧 那么就出现了一个不同的一个想法 那么一个脱欧的英格兰 他就没有办法代表 那么想要留欧的苏格兰 那么就给苏格兰再一次举行公投的理由 就像苏格兰的首席部长所说的一样 那么他希望再一次的举行全民公投 如果说 最后在公投的过程中 多数人赞成就是苏格兰 脱离英国 那么苏格兰未来很有可能会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 申请加入欧盟 整个欧洲对于英国公投结果是一片哗然 又声讨的又检讨的 德国图片报24号就评论说 英国脱欧是欧洲民粹主义的胜利 德国反欧元反移民政党 德国的选择副主席高朗德 则是指责说 欧盟和德国政府的难民政策 是英国脱欧的主要原因 默克尔是英国脱欧的罪魁祸首 那么在您看来 这样的评论有道理吗 导致英国脱欧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其实呢 对于英国人来讲 是不是留在欧盟内部 那么一直以来就是一个犹豫不定的一个事情 本来呢 在1973年 英国加入欧盟的时候 也有一点投机的思路在里面 因为毕竟呢 最初就是欧盟的雏形 梅干连梅成立的时候 英国是不感兴趣的 然后上个世纪60年代 感觉有加入的必要 又被法国总统戴高乐拒绝了 因此直到1973年才加入欧盟 但是很快他又举行了脱欧的公投 尽管那一次的脱欧公投 那么没有成功 但是也表明 就是在加入欧盟这个问题上 在英国国内一直存在着不同的声音 包括之后 在欧盟一体化的过程中 那么英国的态度也是非常的犹豫 比如说 那么他保留自己独立的货币英镑 没有加入到欧元等等 那么本身就表明 在欧盟内部 那么他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例子 包括今年年初 欧盟向他做出的一些让步等等 因此现在看 英国那么这一次的脱欧的公投 有着比较深厚的一个历史背景 但是一些现实的原因 比如说 现在欧盟内部 那么经济陷入困顿 包括那么像南欧的一些国家 意大利 西班牙 葡萄牙 希腊等等 需要其他国家的一种帮扶 而现在很多国家 表现出越来越不耐烦的情绪 再加上现在反恐的问题 包括难民的问题等等 那么使欧盟一体化这种进程 那么出现了更多的这种杂音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 那么英国确实有理由 做出一个脱欧的决定 对于这场公投 有评论说 脱欧派的微弱胜利 很可能是打开了欧洲的潘多拉盒子 把这块大路推入动荡 英国和欧盟都输了 您觉得呢 对于欧盟来讲 早就做好了 就是英国离开了以后 他该怎么办 现在看来在第一时间 不管是英国的领导人 还是德国法国 整个欧盟的领导人等等 都是在第一时间做出了表态 那么这样的一个脉络 我们也能看得出来 那么现在看来 对于欧盟来讲 当务之急 就是要止住这样的一个骨牌效应 不能让英国脱欧 这样的一个影响 那么直接波及到其他的国家 对于德国和法国来讲 那么必须选择坚强 那么这个时候 承担起自己该负的这种担当 要表明 或者说要证明 就是没有英国的这个欧盟 在一体化的一个进程过程中 将会更加的坚定 而且呢 没有英国的欧盟将会更好 但是现在看来 有非常大的一个现实的难度 那么不管是德国 还是法国内部 都有很多棘手的问题 现在无法解决 包括德国这个董理默克尔 本来呢 可以作为欧洲的领袖 包括在难民的问题上等等 其实呢 都是以欧洲领袖的身份 那么在发声 但是现在看呢 在难民的问题 冲击如此严重的情况下 那么德国最终也是选择了 一个保守的政策 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很难去说服其他的国家 像这一次英国脱欧以后 在欧盟内部 恐怕这样的一个连锁的反应 还会出现 就是不同的国家 尽管不会马上举行脱欧的公投 但是这样的呼声已经出现了 包括像在法国 那么也有相当的政党基础 要举行脱欧的公投 因此现在看呢 至少很短的时间之内 就是短期之内 那么欧盟会面临着一个 非常复杂的一个局面 那么未来呢 英国和欧盟 尽管现在双方 就是选择了 就是脱欧这样的一个结果 但是双方这样的一个分手 并不意味着绝交 也就是未来 欧盟和英国之间的关系 肯定还会去发展 那么英欧之间这种关系的发展 那么最终也要服务于 整个欧洲的这种繁荣和稳定 这应该是双方共同的一个预期 好的 谢谢红林 在下一节名章会看到 昨天涉嫌电信诈骗的 25名台湾人 被从柬埔寨遣迁返大陆 针对台湾方面陆委会称 已向大陆方面表达了抗议 国台办发言人安风山 今天应询表示 520后因台湾方面未能确认九二共识 这一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共同政治基础 两岸联系沟通机制已经停摆 那么这个结果到底是由谁造成的沟通机制停摆 到底又是在哪谁的脸 台湾时事评论员张亚中 纽泽勋有独家观察 这里是由盼盼食品独家居民播出的 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我是艾科竹 想要了解更多更丰富的两岸资讯 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或者是搜索关注海峡新干线栏目官方微信号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台湾方面的新闻 针对台湾方面陆委会称 就柬埔寨将台湾电信诈骗嫌犯压界往大陆一事 已经通过两岸联系渠道向大陆方面表达了抗议 国台办发言人安风山25号应询表示 依法打击电信诈骗犯罪活动 保护受害者人的权益 天经地义 受到两岸广大民众的支持 据公安部网站消息 24号下午5点多 81名电信诈骗犯罪嫌疑人 其中大陆56人 台湾25人 分别乘坐中国民航两架包机 被大陆公安机关从柬埔寨老窝押借回国 涉及大陆十多个省区市的150余企 跨境电信诈骗案成功告破 涉案金额高达1000余万元 国台办发言人安风山 6月24号就此事应询表示 6月中旬以来 我公安机关与柬埔寨警方 开展三次诊判行动 击捕电信诈骗犯罪嫌疑人40名 其中台湾嫌犯25名 大陆14名 柬埔寨1名 受害人均为大陆民众 检警方于24号下午将两岸嫌犯遣返大陆 为彻底查明全部案件事实 本质有利于打击犯罪 有利于保护受害人利益 有利于实现司法公众的原则 或司法部门将严格依法 对包括台湾犯罪嫌疑人的所有嫌犯 开展侦查调查工作 此前台湾方面陆委会24号下午发出新闻稿表示 已立即再向陆方表达深切遗憾及抗议 认为陆方此举无视于双方在肯尼亚马来西亚案发生之后 已进行两度沟通 也没有顾及台方呼吁双方在商定处理原则前 不能将台方人员遣送至中国大陆等诉求 对此国台办发言人安风山今天回应表示 520后台湾方面未能确认九二共识 这个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政治基础 两岸联系沟通机制已停摆 相关话题我们来联系台北影博士 河南时间交给你 好客主 今天来到我们论到台北板块的两位来宾 分别是台湾大学张耀忠教授 教授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还有中国文化大学纽泽勋教授 教授你好 河南各位大家好 柬埔寨将台湾电信诈骗嫌犯压往大陆 台湾方面陆委会发出新闻稿称 希望两岸都应该珍惜过去对此类案件协商合作积累的成果 持续进行良性沟通与对话 可是我们注意到的是 之前肯尼亚和马来西亚两岸都是发生在马英九当局任内 那么现在蔡英文当局提出这种想法又是否是一厢情愿呢 我们请教一下张教授 这个有时候看到这个发言稿啊 有觉得可很好笑的感觉 因为他呼吁说要珍惜过去此类案件协商的成果 然后还要彼此要良性的沟通 它有两个重点 一个是过去的这个所谓的成果 那过去就是在肯尼亚案子和那个马来西亚案子不就被遣送到大陆去 不是那时候民进党天天跳出来反对吗 那第二个来说要秉持的一个良性沟通的一个基础 那现在北京来讲 因为由于两岸之间没有所谓的九二共识 所以看起来也没有所谓的良性的沟通 所以我觉得民进党在这个新闻稿 其实只有这个讯息 他讲给台湾听的 把新闻放完就算了 他也知道这个事情解决不了了 他也不真正想去解决这个问题 另外就是台湾方面陆委会称已通过两岸联系渠道 向大陆方面表达了抗议 但郭台办发言人安风山今天应询时表示 520后因台湾方面未能确认九二共识 这一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共同政治基础 两岸联系沟通机制已经停摆 对此有台湾媒体解读认为说 台陆委会遭到了打脸 我们想请教一下纽教授您的观点 基本上我某程度是认同台湾媒体指称蔡政府被打脸 这样的一个相关一些论述 为什么呢 其实理由脉络非常的清楚 因为第一个来讲 九二共识作为两岸交流的一个最重要的基础 大陆在这个面向跟这个立场上面 已经不断的去透过相当程度的一种表述 去做一定程度的一个强化 那这个部分就凸显出 九二共识作为两岸交流基础的一个重要性 那可是蔡政府他刻意的去忽视这样的一个相关的一些讯息 然后至今也不承认或接受正面面对九二共识 然后又找不出一些能够去做一个两岸协商 或者是继续交往彼此虽不满意 但可以接受的一个另外可行的一种方案或者是基础 所以他基本上呢 在这样的一个面向上面 蔡政府对两岸关系基本上我认为是束手无策 另一方面国台办发言人安风山在应询时还进一步表示说 依法打击电信诈骗犯罪活动保护受害者的权益 天津地已受到两岸广大民众的支持 而我们也看到这一次景普寨将台湾电信诈骗犯压往大陆 一是似乎并未像之前那样子在岛内引发一种民意的反弹 这又是为什么呢 教授 没有引发反弹其实很简单 因为现在民营党执政了 他不会再去挑战了 因为以前就是所谓的闹事 现在当家不闹事了 那国民党的立场当然就是认为说 这个受害者其实就应该受到处罚 基本上还有很多人认为说 其实炸鸡犯如果说破坏大陆的人的话 这全部给他送到大陆去 能关斗就关多久 关的越多越好 这些败的不要送回来更好 我想这是其实民间的一些反应 好 谢谢两位来宾的分序一点评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我们先休息一下 欢迎回来至于收盼盼视频 独家居民播出的海峡新干线 我们继续来关注台湾岛内的消息 针对台湾12年义务教育课审会 不排除让中小学生当委员或列席 有台湾学者痛批不尊重专业 恐让教育弱智化 台湾实践大学讲座教授陈超明 呼吁台当局教育部门主管潘文忠 不要面对学生就软下来 应以专业化解政治 勿当个政治教育部门主管 去年岛内反克纲微调运动 促成台立法机构 今年5月三读修正 所谓高级中等教育条例 将学生代表纳入课审会委员 但学生代表怎么选 要纳入哪阶段的学生都没讲 台当局教育部门日前邀学生开会 讨论课审会学生代表怎么选 多位与会学生认为不应限制年龄 因为我们课纲的问题 我们同学刚好那时候是围在 在教育部这边 也是在一个输敌热台风即将来的前夕 那今天看到天气马上要下大雨 只是今天教育部是开着门 请同学们可以来为这样的事情 来共同的参与跟努力 学生的限制应该不要局限于大学生 或研究生 我觉得如果教育部以年纪以悬置 打去限制学生代表的话 反而是以教育部的本位立场来否定 这个学生的能力 台教育部门主管潘文忠也同意不排除中小学生 后来又说学生也可不当委员 只列席表达意见 此言引起网友一片哗然 本次台教育部门歧视幼儿园学生 也应找他们审课纲 当过课审会委员的学者更直摇头 台湾政治大学教育系教授秦孟群表示 台立法机构这次所为修法 不但课审会纳入学生代表 还要找社会公正人士审委员的资格 根本不相信教育专业 把教育弱智化 台湾前教育部门主管吴思华也表示 各先进地区定课纲 不会找学生当委员 只有少数地区在教科书编出来后 会请学过的学生审阅提供意见 审克刚的讨论过程很专业 例如特教课程要用什么方式教 有时连他都听不太懂 更何况中小学生 当过课审会委员的台湾实践大学 讲座教授陈超明更是痛批 他文中别再政治化了 你是教育部门主管 不是政治教育部门主管 以专业化解政治 别再让政治介入毁掉教育 此前台湾部分高中学生 以黑箱作业为理由 进行所谓的反克刚活动 那么现在台湾司法部门 认定克刚审议 可以不公开 相当于打脸了这些反克刚的学生 我们来请教一下张教授 您对于说 现在这个局面 有什么样的观察和评价 其实我们当时可以看得出来 这种所谓的黑箱 完全是只需摸有的一些事情 就被定义成黑箱的 其实我们知道 它所有的程序 全部都按照法律 当时曾经法院有判决 原来是判决说 因为这些所谓的审查委员 他没有公开 是不是违反了资讯公开法 现在到最高行政法院 已经判决出来是没有 为什么我们都知道 其实他在请这些学者专家来的时候 他不能够暂时把这个学者公开 因为学者的名字一公开以后 他就会收到很多关切的电话 甚至有的人会写黑函 或者用恐吓性的方式 这会影响到整个所谓的客纲审查委员的 他们的一个客观性 所以这是其实在很多情况下都发生的 那特别是往往到了这个 整个客纲完成了以后 包括课本审定委员会 完成了以后 这些委员他会公开的 所以说这种当时用所谓的客纲委员 没有公开这个资讯法 没有公开 他完全就是在闹事而已 那现在事实上已经证明了 完全没有违法 可是我们看到的另外一个情况下是什么 就是这个客纲委条完全是经过所有的法律所完成的 可是520以后呢 民进党的教育部长一上台以后 第一件事就把这个合法的客纲委条 用一纸行政命令就给他完全推翻了 那这时候有没有违法呢 那个比那个问题更严重了 那么其实现在在岛内还有一些学者 就直接点名台教育部门负责人潘文忠 是点名他认为说 不要面对学生就软下来 应该以专业来化解政治 不要当一个政治教育部门 其实刚刚的话张教授也有提到说 潘文忠上任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撤销 之前合法的一个客纲委条 那么这一系列的举动 以及潘文忠他的一些做法 可不可以看出来说 现在台当局对于客纲的调整 是别有用心的 其实刚刚强调说 是不是这个潘文忠面对学生就软下来 我觉得恰恰相反 他们是利用学生来巩固他们的政治立场 我们知道说高中生其实你说他要参加课纲的制定 我们其实在我们的机构里面有高中的老师 高中老师完全知道说教书的时候应该考虑的一些细节 那高中老师都参加了 为什么高中学生还要参加 所以说其实我觉得他所有的演示的东西都没办法演示一点 就是说其实蔡英文政府他在任用那个教育部长潘文忠的时候 其实已经确定了台湾要走一条文化台独的路线 潘文忠一上来以后在一张纸就把所有历史公民的课纲为一条全部都取消掉了 取消了什么 取消了汉人来台的部分 取消了只准用日志不可以用日据的部分 取消了什么 取消你要知道从今年九月份开始台湾的高中学生他在读两岸关系的时候 他的用语是台湾中国一边一国的用语 他不是说台湾的大陆政策 他是台湾中国台湾中国 用这一种的方式来呈现他的政治意识形态 所以我觉得这个民进党其实从他这一次在克刚微调这个废子来看 我自己作为两岸关系学者 我上次写了一篇文章就讲说 其实蔡英文接不接受九二共识已经不重要了 因为他九二共识的最核心的精神 他已经在慢慢掏空了 而且不只是他会掏空 他会利用这四年的时间是快速的掏空 我觉得这才是两岸关系最大的隐忧所在 好 这些话题先告一段落 我们再来关注华航空服员罢工事件 闹得沸沸扬扬的华航空服员罢工事件 昨天晚间落幕 华航董事长何暖轩在24号晚间21时35分宣布空服员罢工结束 事前公民党籍明代吕玉玲总质询时 要求台行政机构负责人林全到现场沟通表达立场 林全回应 什么都自己亲自去沟通吗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对此网友痛批林全好大的官微 华航空服员欢呼迎接胜利 满23小时的罢工抗争落幕 这回劳资双方历经5小时谈判 7大诉求 此方通通退让 其中争辩最久的就是外战津贴 逐步从每小时2美元调高到4至5美元 保障年休123天也出现工房站 利休假的部分 因为这也是跟华航本身的人力运用 乃至于以后的人力发展的东西都是有关系的 所以在这上面就花了很多的时间 华航罢工事件顺利落幕 但台行政机构负责人林全的形象却再次受到重挫 国民党明代吕玉玲在台立法机构质询时 要求林全本人要到罢工现场和空服员沟通 林全回应 什么都要自己亲自去沟通吗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院长你亲自去可不可以 这要看我的这个目前的工作时间 你都不愿意面对面的去沟通解决问题 那你所有的隔眼呢 这个沟通怎么可以让院长去面对面沟通呢 这个沟通应该要训练自己的权责 这么多部会权责都不做事 所有的事情都要去院长去沟通吗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对此台湾网友痛批林全 有够大牌好大官威 也有网友抱不平好大的官威 将一话真的委屈了 之前什么鸡毛蒜皮的事都口口声声 要行政机构负责人出来面对 怎么换你们失证之后 变成怎么能亲自去 还有网友嘲讽 为什么不能怕被丢鸡蛋吗 当绿朝的官或绿营的名 都能双重标准 无耻没有底线 这次华航空服员罢工 经过二十多小时的罢工抗议 七项要求都达成了初步的共识 但是其实对于这一次的整个罢工的话 有很多的观察 我们在这里想先请教一下 纽教授您的一个观察是什么 林全的团队 他们是疏于沟通 或者是他们根本不愿意去面对 面对罢工的华航的员工 去跟他们去进行沟通 对于这样的一个民众罢工的一个事情 权益的一个处理 并不是他们首要考量的一个重中之重 首要考量的一个是重中之重 是如何趁这一波的一个罢工潮 去把你原来华航的一个高层给拔掉 而安插自己的一个人马 如果外界的民众 都是认为你林全团队或是新政府 有这样的一个企图性或作为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对于林全 或者是蔡英文所标榜 最会沟通的一个政府来讲话 无疑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反讽 其实在昨天的时候 也有明代要求林全本人 要到罢工的现场 去和空服员来做沟通了 但是林全是很明确的表示说 不能什么事情都要他来亲自出面 我们来请教一下张教授 对于这个部分您的观察是 所以我们不得不承认说 其实民进党在这些问题上的时候 是非常会操弄 做一些政治手段的 一方面他不会像国民党的 这个官员时候笨笨的 人家骂你的时候 你好像骂着你 叫你去干什么就干什么 可是林全他就说 不是我的事情 我为什么齐得处理 但是另外一方面 他又透过蔡英文 去笼络这个所谓劳工的心说 我们一定是站在劳工的这一边 那事实上也解决掉了 那如果这两个东西凑在一起的话 那可能就像哲讯刚刚讲的 其实这场罢工对于民党来讲 可能就是要解决了华航的高层总经理 可能必要的一个手段 林全说是不能让这个所谓院长亲自去沟通 那么于是就有网友批评说 认为是好大的官威 以及有网友说 在那个时候 就是当绿朝的官 或者说绿营的民都能双重标准 是无耻没有底线 我们想请教一下纽教授如何来评论 在这整个罢工相关的一些资讯 当局或者是政府单位 没有办法全盘掌握的一种当下 你要林全就站在那个罢工场合上面 直接面对面去跟罢工的华航员工做沟通的话 林全当然会理性地认为 这样子风险太高 如果他们所提的相关的一些诉求 林全没有办法快速地去做 好或者是不好的一个承诺的过程中间 罢工的群众可能就会把林全给掀翻掉 这个部分对于林全来讲的话 当然是一个极大的一个风险 所以林全会认为就是说 他自己作为一个主帅 烟友站在火线第一线去承受风险 帮自己的赫尘弹交通部门的一个主管 或者是去帮华航他任命的新任的一个董事长 去承受火线承受子弹这样的一个风险 有这个必要吗 林全当然认为绝对是没有这样的一个必要的 所以林全他相关的一些论述 绝对出于他自己本身的一种理性的一个考量 但是呢太过理性的一个考量 太过自立的一种考量的时候 民众又会质疑你当初标榜的一个最会沟通的一个政府 现在可能又加添了不会沟通的一笔账 民众当然会有直觉的一个认知就是说 你标榜最会沟通的一个团队 但是现今面对罢工这样的一个情况 急需要政府相关高层跟罢工民众直接面对面沟通的一个当下 反而你交通部门负责人也神隐不跟罢工群众沟通 你林全也不愿意去跟罢工群众沟通 这样的一种观念 就会这样的一种认知如果形成的话 其实我会认为会侵蚀掉这个宣称最会沟通政府 它的一个民意的一个基底 当你可信度不断的被侵蚀的时候 民众离你远去的时间也就越来越快 那么在这次罢工总共是导致了一百多个航班 以及超过数万名旅客的行程受到了影响 我们想请教一下两位 就是说如此多的人受到如此广泛的影响 那么这样子的罢工最终如果要负责任的话 谁要来负这样子的责任 就像这次华航 他认为说如果按照你们的标准来讲 我不要讲别的 我就交通费我先去掉10亿了 我整个年度的收益才60亿 那我已经去掉16分之一了 那我华航将来的年底 我怎么去跟股东做交代 可是员工认为说我每天这么辛苦 又加班又加时 你没有给我很大的待遇 那怎么办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说是政府 你不能够把柄做大的时候 那就会放任整个劳资 在所谓的原来是一个分配正义 就变成一个阶级斗争了 但是我们又看得出来 蔡英文她在520以后 她由于不接受9月共识 她又把两岸的经贸关系 摆在所谓的区域关系的后面 也就是她明白的在她的520声明讲 她要什么 她要告别以往的单一市场 她用的是告别两个字 那告别什么呢 这单一依赖的市场就指中国大陆 那她又要告别中国大陆的市场 她换句话说 你又对未来的南向政策 东南亚的市场 你又不见得做得很好 这个时候我觉得问题就大了 今天华航是正好在这个风头浪尖了 这个情况下蔡英文讲的第一句话是说 我刚刚讲说你们已经我站在你们这边 所以我们的看法 当蔡英文讲的那句话以后 这个事情其实已经搞定了 可是就是因为蔡英文讲的那句话以后 那我可以预计到说 未来的整个劳方的这种抗议行动 一定会陈出不穷 可是资方呢 又在整个饼做不大的情况下 他也必须要吞下这个苦果 因为他不敢跟政府对抗 那最后一个结论是什么呀 出走嘛 跑嘛 那大陆想进各种办法跑 东南亚跑到时候就阵亡了 所以我们可以预计到说 当你这个台湾饼不做大的时候 这一种所谓华航的抗议事件 它永远只是一个刚开始而已 我们可以预计到未来的半年或一年之类 这种事情会陈出不穷 我觉得这是台湾经济可能要面对的 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 好 谢谢两位来宾的分序点评 接下来我们把时间还给福州 柯竹 好的 谢谢贺南 以两岸同跟敏台一家为主题的 第八届海峡百姓论坛 在两岸共同努力下 25号在台湾新北市举行 来自两岸近80个姓氏的 宗亲代表500多人齐聚 再续两岸一家亲的情谊 我们是两岸联氏宗亲 海峡两岸百姓论坛 就是两岸老百姓自己的论坛 自2007年以来 已连续举办了七届 让两岸 尤其是敏台两地 一百多个姓氏同胞 频频互访交流 今年再见面 大家互相感受到的 都是浓浓一家亲的氛围 两岸同根 尤其敏台是一家 据了解 台湾前十大姓 与福建前十大姓的排序基本一样 说明台湾同胞祖籍地来自福建 台湾百分之八十 这个姓氏啊 都是我从我们福建过去的 所以他的根在福建 他的祖也都在福建 首先要认这个家 你不要姓王的 王家我认的家 从认家 然后到认同文化 从认同文化 再进一步认同民族 我是汉族的 从民族最后再推广到 认同一个国家 我是中国人 说去中国话 那你怎么去 你姓陈就是中国姓 所以这个推动两岸的 姓氏文化 根本上就是民族认同 在今年的论坛上 为推动口述历史的工作 鼓励中心会的年轻人 参与到父辈历史的记录中 首次使用了电子手段PPT形式 将姓氏族谱 祠堂文化 家族文化 以电子演示的形式 扩大宣传 为今后 以电子版形式 录入两岸个姓氏 原流研究成果 个姓氏 氏系族谱等详细资料 打下基础 在下一节您将会看到 上海合作组织峰会 24号圆满结束 会议上各国领导人一致同意 反对国际化和外国势力干涉 各方要恪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以及落实宣言后续行动指针 全部条款 一段广告之后 为您带来详细问题 这里是由盼盼食品独家居民播出的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我是艾克竹 想要了解更多更丰富的联案资讯 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或者是搜索关注海峡新干线栏目官方微信号 接下来我们进入热点快评环节 上海合作组织峰会24号圆满结束 当天该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16次会议 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举行 会议上各国领导人一致同意 在有关海洋争议方面 应当由当事方通过谈判和协商和平解决 反对国际化和外国势力干涉 各方要恪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及落实宣言后续行动指针 全部条款 此次会议成果丰富 六个成员国领导人签署了塔什干宣言 重申支持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 印度和巴基斯坦加入上河的备忘录得以批准 该组织首次扩原程序完成了关键一步 过去15年里 上河组织在国际关系架构内占据了自己的位置 上河组织行动主要方向 是与像联合国东盟和独联体这样的机构发展伙伴关系 该组织正在从一个中俄两国建立的区域性组织 变成一个全球性机构 在国际政治和经济领域有着具足轻重的影响力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美国 美国最高法院23号表决总统奥巴马提出的移民计划 结果出现4比4的僵局 这一结果意味着最高法院将维持下级法院关于继续冻结移民改革的裁决 奥巴马于2014年11月绕开国会 以总统行政命令的方式推出移民改革 允许在美国居住5年以上 子女是美国公民或者是永久合法居民的非法移民免遭遣返 同时在2010年1月1号之前入境的儿童 无论年龄多大都可以申请三年居留许可 这一措施预计汇集超过400万的非法移民 奥巴马将移民改革 视作是其任内最重要的内政举措之一 但是在最高法院的裁决之下 新政几乎已经注定无法在他卸任前实施 因此这可以说是奥巴马执政生涯所遭遇的一个重大挫折 不过有分析称 此次裁决虽然是共和党获胜 但是长远可能会变相的帮助民主党的希拉里入驻白宫 因为希拉里早前已经表明 一旦当选了总统将会恢复执行并扩大移民改革 这将让更多拉丁裔选民因此会动员支持希拉里 官方微信号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带节目365天带您直击新闻现场 欢迎您锁定每天中午12点播出的海峡五报 和每天晚间22点播出的海峡新干线 我是艾科竹 在福州感谢您的收看 祝您顺心如意 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